青春旧几年,疫情战三年 然而,新冠疫情肆虐到现在 全球还有四个国家至今保持零感染记录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国能从中汲取到什么经验吗 至今零感染的朝鲜 在疫情爆发初期就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举国上下进入紧急防疫状态 不管是港口、边境还是机场 所有贸易来往通通禁止 凡是从国外入境的人员 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封闭隔离 就算检测的结果是阴性 也必须在指定范围内活动 不少西方国家纷纷质疑朝鲜 指责他们的做法 违背了人道主义 朝鲜对此不但不予理会 还很快就出台了取消旅游项目 停止接待外国游客 所有学校延期开学的政策 就连东京奥运会都没有参加 除了对进出口人员严格管控 朝鲜方面对货物的管理更为严格 所有入境货物必须要在码头港口 统一消杀 静止十天后才能进入市区 让新冠无从下手 第二个国家是脑鲁共和国 这是一个在地图上 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国家 脑鲁距离赤道仅有60公里 全国仅有6公里长 4公里宽 面积仅有21.1平方公里 简直就像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村子 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不过虽然占地小 脑鲁的资源可不少 因为是以鸟类生存 岛上有大量海鸟繁衍生息 也就堆积了大量鸟粪 这些鸟粪经过长年累计 有的已经厚达10米 在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下 鸟粪成了磷酸盐 原本靠捕鱼为生的脑鲁人 发现这一伤技后 就开始以出口磷酸盐为生 家家户户都成了爆发户 当地甚至还一度出现 较与医疗费用全面的高福利 创下人均GDP比美国还高4.5倍的记录 然而毫无节制的开采 已经让脑鲁的资源越来越枯竭 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也让脑鲁人的生活 很快又打回贫穷的原型 脑鲁之所以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还是因为位置偏僻 人口稀少 当地人口指出不进的情况 让脑鲁躲过了这次疫情袭击 不过跟疫情相比 眼下他们最该担心的 应该是国家的国土问题 因为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 脑鲁将面临被淹没的风险 跟脑鲁的命运相同的 还有下面这个国家 疫情肆虐至今 全球还有四个国家 至今保持零感染记录 土库曼斯坦这个国家 是如何在医疗经济都不发达的情况下 保持零感染记录的呢 跟朝鲜一样 新冠疫情爆发后 土库曼斯坦立刻封锁了边境线 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毫不夸张地说 土库曼斯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 最难拿到签证的国家 土库曼斯坦地处中亚沙漠地带 跟周边的其他国家之间 隔着广阔的沙漠 不过土库曼斯坦的国土面积并不大 仅有49万平方公里 跟我们四川省的面积差不多大 让土库曼斯坦真正出名的 还是赫赫有名的地狱之火 前苏联当时再次开发天然气时 因为操作不慎 导致洞穴发生塌陷 为了保障小镇居民的生命安全 科学家点燃了洞穴喷出的天然气 谁承想这火一烧就是60年 直到今天还没有熄灭 后来土库曼斯坦直接把这里 发展成了旅游圣地 获得不少国家发展资金 整个国家的教育医疗等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很少跟其他国家往来 土库曼斯坦也就成了 疫情零感染的国家 不过这种记录在一定程度上 是用国家发展为限制 最后一个至今疫情零感染的国家 是位于太平洋地区的土瓦炉 这是世界上面积排名第二小的袖珍国家 国土面积仅有26平方公里 整个国家由9座岛屿组成 全国人口也刚刚过万 不过这里风景一人 看起来就像世外桃源 因为人口少 土瓦炉也没有军队 全国上下警察也仅有30人 整个国家更是只有一条公路 但是因为景色秀美 也被称为最美海岸线 土瓦炉就像孤立在太平洋的一座孤岛 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毗邻 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 也让它成了逃离病毒的最佳避难所 除非乘坐几天几夜的轮船 否则不会有人能携带病毒 在这个国家登陆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土瓦炉的旅游业十分发达 疫情来袭时 土瓦炉也是第一时间关闭了国门 所以新冠病毒无法传播过来 因此零感染也并不稀奇 跟脑炉一样 土瓦炉需要担心的也是国土问题 这几年因为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 土瓦炉整个国家很可能会被海水灭过 全球变暖导致各冰川融化 目前已造成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12厘米 这个看似微小的数值 对小岛土瓦炉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海啸对于他来说 结果就是国灭 所以相较于疫情 如何保住国家才是他们眼下最大的难题 那么这四个国家 疫情零感染的成功经验 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疫情肆虐至今 全球还有四个国家至今保持着零感染记录 我国能从中汲取到什么经验吗 目前全球没有疫情的国家 分别是朝鲜 土库曼斯坦 土瓦炉和脑炉 但是他们国家的措施放在我国并没有太大的操作性 首先朝鲜和土库曼斯坦没有疫情 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本身就跟其他国家没有太多的外交 比较封闭 而且疫情出现时 这两个国家都是迅速做出反应 实行了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 但是这样的做法 无疑又将本国的发展牺牲掉了一部分 不过朝鲜并不在乎经济会崩溃 因为朝鲜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 实现自给自足 跟国外往来很少 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这种办法 不但中国无法复制 其他国家也很难学习 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搬到偏僻地带 或是关上国门 而且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国与国之间 早就形成了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个国家小小的举措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 图瓦炉和脑炉 则是因为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位置 让新冠病毒根本没机会接触到这两个国家 从根本上切断了传播途径 所以 这四个国家 虽然看上去是表面岁月静好的 零感染防疫成绩 但背后还有更大的隐患 这种牺牲国家发展和经济倒退的方式 是我们不能模仿学习的 现如今 我国的防疫措施 是以平衡经济 安全发展前景 和病毒肆虐情况 进行实时动态调整的 而且我国采取的不同管控 隔离措施 还以最大程度保住人身安全和经济的同时 尽全力攻克病毒 疫情发生时 中国不惜一切人力物力 增建方舱医院 各城市医疗队伍更是按批救援 以负责任的态度保护着这片国土上的人民 这样的防疫成绩在14亿人口的大国来看 已经堪称奇迹 我是万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